得不到就毁掉的人不只有王思聪 还有Twice成员林娜脸的私生分 2019年一名来自德国的狂热私生分 多次对Twice的人气套林娜脸发起骚扰 他不仅得意洋洋地公开剖新林娜脸动态中的活动地点 更接连数天隐匿在这些地方 试图来一次现场堵截 在计划落空后 该男子激动地用视频发布诉求 称自己非常渴望和林娜脸来一次亲密接触 如果女神继续躲避他的话 他将选择同归于尽 或许是担心风言风语没人看 该男子还特意翻译保证消息能传到林娜脸耳中 与此同时他不远万里跟踪林娜脸上的飞机 甚至引发舱内动乱 事后林娜脸所属公司JYP被迫向警方求助 为他申请了保护令和禁止令 但这一举动反而让该男子变本加厉 眼看女神被大批安保人员围住 恼羞承诺的他竟开始骚扰林娜脸的家人 正因如此 林娜脸在保护自己与兼顾工作中左右为难 整个人肉眼可见的销售下来 但他因此退缩了并没有 这个26岁的女孩一路走来 吃过的补原比你想得要多 林娜脸1995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得益于优渥的家境 林娜脸从小就活得像个公主 母亲平常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给她打扮各种造型 再次偶然的机会下 林娜脸参加了JYP举办的儿童模特大赛 并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JYP看到了她的前例 当即决定与她签约 却被母亲以年龄太小而拒绝 然而就是这场小插曲 在林娜脸的心中 埋下了一个当明星的种子 于是在15岁这年 她瞒着父母偷偷参加JYP举办的试镜大赛 直到成功入选 她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 之后她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训练 就在即将出道时意外发生了 梦寐以求的出道机会从手上溜走 会给一个练习生造成多大伤害 这个问题林娜脸最有发言权 她自从2010年加入JYP公司后 每一天都在为出道而努力奋斗 最终在13年年底 公司决定让她和其他几个练习生一起以组合Six Mix的形式集体出道 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因为其他成员离开公司 出道计划被迫搁浅 多多专注的林娜脸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休学一年来到了选秀节目Sixteen 事实证明真正的精子只会在时间的打磨下 欲加光亮 在第一期节目中林娜脸便凭借自己出自的业务能力 从一众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林娜脸的声音和长相都极具辨识度 能让观众一眼记住 与GYP老板朴振英提出的拒绝流水化不谋而合 在众多优势下林娜脸最终以绝对优势 积身人气Top 并于15年10月作为女子组和Twies的成员正式出道 Twies巅峰时期有多火 不仅是同时期女团中的第一 在女团销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她们的专级销量可与四代一线男团一战 更重要的是她们将原本调队的GYP 乃到了南韩三大娱乐巨头之一 更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一阵兔瓦斯风潮 但从来没有一个明星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巅 组合棒活代给林娜脸的不只有人气和收益 还包括外界对她相貌的质疑 因为从客观上讲 林娜脸长得并不符合南韩传统审美 跟全智贤金泰西这类五官标志的美女相比 她可爱有余美貌不足 更重要的是她长了一对略显夸张的兔牙 因此不少耗事者用口头形式 给她发出了一封整牙建议书 可谁归定兔牙就不能当人气透 林娜脸并没有引力兔牙而受到影响 转身用实力一步步地用实力 消除了人们对她的偏见 之后随着审美逐渐多元化 她掌握了一个新的美成 果志美貌的最佳代言人当属twice人气透 林娜脸该词源自南韩人民的追星语录 用于形容人的长相酸酸甜甜 清新爽口就像果汁一样 然而像果汁般甜美的林娜脸 搜索词条出现的第一位 竟然是最可耻的霸凌 究竟是林娜脸自身表里不一 还是有人恶意而为之 纵览很往各大报道 林娜脸霸凌一说的起源 不外乎是队友之间的互动问题 而一千个人眼里就会有一千个林娜脸 其中流传的最广的一条 是说林娜脸喜欢朝着队友翻白眼 被抓到的频率还非常之高 是不是能在南韩娱乐圈闯荡至今的人气女星 会是一个不懂得遮掩的傻白甜吗 在此她何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观众留下把柄 仔细看你会发现 林娜脸天生眼白居多 所以稍不注意 看上去就像在翻白眼 更何况队友们对她的评价足以说明一切 作为队内的年纪最大的成员 林娜脸一直充当着调和剂的角色 妹妹们曾经说过 林娜脸是团里最少生气的人 她会一边调节自己的情绪 一边努力照顾队友们 在长幼观念极其严重的韩国 仅仅大上一个月都能成为亚人一头的借口 但林娜脸从未用年龄来欺负人 还可以任由妹妹们骑到自己头上 与此同时她在舞台上不仅会跳好自己的part 还会格外关照队友 当莫莫拼颈桃的表演服装出现问题时 她会及时救场 而莫莫差点摔倒时 也是她及时伸出援手 面对大家的夸奖 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自己很了解莫莫的性格 所以上舞台前就会格外关照她 如果她真像传闻中那样不堪 大可任由队友受伤 况且用一些细致莫吉来恶意解读一个人 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感谢观看